大家好 我是明哥 这里是明哥聊太极 我们今天主要是 有的朋友问 这个杨氏太极拳 什么是大架 什么是中架 什么是小架 这个 杨氏太极拳的 这个大架 是从杨氏太极拳 传到第三代的时候 这个杨氏浦 到杨氏浦 这一代的时候呢 他呢就是 练了拳的 舒展大方 这个 拳比较大 这个 他 大家称他的拳是大架以后 然后返回来呢 就把他的 上一代 也就是 他的父亲 建侯 杨建侯 他的 大爷 就是 大掰 伯父 就是 班侯 杨班侯 的权 就叫做 中架 小架 就是个中架 叫中架 杨建侯的权 叫中架 那么后来呢 这个 杨建侯传给他的儿子 这个 这个 邵侯 也就是 杨成浦 他们说 杨成浦是老三 这个 杨绍侯 是 杨成浦的兄长 和他的 这样呢 邵侯的权呢 就成为小架 建侯呢 就成为大架 其实呢 都是杨绿传 传下来的 这一脉相承的 这个杨世太极拳 只是小架呢 圈小 主要是用 过去呢 他叫用家 在杨成浦 传到第三代的之前 他就用家 中架 建侯的权 是中架 是功利家 练功的 这个 杨成浦 杨成浦的时候呢 他就用 就是 叫大家以后 反回头来 把前面呢 叫做 中架和小架 其实在杨成浦 还没有 把权改成大架 之前 是不分 杨世太极拳 是不分 大家 中架小架 好 这一点简单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大架 杨世 杨成浦的大架呢 就是便于推广 是普及架 就是普及的 大家学的 都比较容易 普及架 杨建和的小架呢 他的父亲那一辈呢 主要是用家 小架 就是用于季季的 杨建和 杨建和是中架 这是功利架 功利架就是练的是功夫 功利架 在这个 绍侯 绍侯小架 这个杨绍侯呢 他的权呢 是小架 是用于季极 还就是用于战斗的 在小架 杨建和 杨绍侯的小架 那么 杨绍侯 他不仅得到他的父亲 杨建和的争传 又得到他的伯父 杨斑侯的争传 因为杨斑侯 就膝下无子 他没有继承人 所以杨斑侯也把 他的权呢 也在教这个杨绍侯 所以绍侯 绍侯小架 积极性很强 到第三代 杨成普 杨成普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大架 普及架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知识 知识 他的权呢 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小架的圈 比较小 这个大架 普及架的架比较大 比较大 你架大 虽然稳 但是呢 你必然不灵活 这个架小 虽然灵活 但是你架小 架子低 架子又高又小 虽然 技技很强 但是你底盘肯定不稳 大架呢 它稳 但是不灵活 所以它都各有特点 没有谁好谁快 好 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有一个了解 你要想具体的了解 你在网上都能查到 因为有的朋友问到这一方面的事情 好 这个喜欢听这方面的 太极的这方面东西的呢 你可以订阅 这个民歌聊太极 订阅以后呢 大家就是我每次基本上呢 争取经常更新 有时候每天更新一次 有时候隔一天 不一定 基本上现在 最近都是每天都更新 有时候 会 也可能会隔一天 好 这个 谢谢大家收看